各位議論 今天講講科學話題 第一就是這個疫苗 上星期日我們都有提過的 美國那邊就有少少的阻滯 另一方面 流感疫苗在韓國那邊有些人打了 不惜死亡數字都有幾十人 周浩健 第一 你打了這個流感疫苗 我那天本來做完體驗之後應該去打 但是接著之後 趕著有一個人吃鹽上去 我沒有跟他說急急走 那你現在怕不怕你自己會流感 很危險啊 大佬 死人了 第一我當然怕 第一我當然怕流感 第二問題就是我怕很多東西 我看檢驗的報告出來 我最怕的都沒有流感 它有很多種一萬種病 就比流感壞了 是不是 你問我怕不怕 我很多東西都害怕 是不是 但問題是流感是屬於比較不怕的病 但是其實今年那個流感疫苗的狀況 香港就相當令人擔心 因為全世界都搶了 香港那些私家醫生自己都不夠課派 就求回政府回頭 其實這種供求關係呢 其實為什麼會搞到 就是說其實每年大家都預料了 就是打了流感針的人 又不會突然間多了一大推出來 會多了一大推出來 因為那些人怕新冠 因為那些人怕新冠肺炎出來之後 再加上流感會死得快一點 首先第一 未有一個科學的作證 第二 這個就像你所說的 大家也是人運疫運大家說的 第三 就是說 其實就算你打了這個針也好 那個完全變異的機率 就不是100%的 再者 你染了兩種 究竟出來的效果又是怎樣 結果又是怎樣 亦都沒有人知道的 那也是這樣說的 如果你勤洗手和戴口罩的話 你患流感的機會都很低的 是的 所以你說出了 今年其中一個很尷尬的位置 就是什麼呢 如果你有些朋友做私家醫生 都會知道 今年其實那個私家醫生的生意 其實比往年差很多很多 為什麼狀況是這樣呢 就是原來當大家戴口罩的時候 其實你無論是流感 傷風 各樣的和你的飛沫 和你的呼吸系統的疾病 有關的這些情況也減少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那個流感針 如果你從正常邏輯去分析 那不是一門菌也減少了嗎 一門菌也減少了 什麼也減少了 起碼也減少了 你減少了出去吃飯 起碼也減少了 所以就是這樣 正正這就反映了 其實大家一個所謂的心理預期 很多時候是蓋過了你的實際需要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就解釋到 為什麼今年這麼多人打流感針 就像你一樣 已經是一個理性分析的專家 但是你都可能都相當之 都幾大的意欲想去打流感針 那這個是不是就是我剛才 就是我剛才分析這個對不對 這個現象 那個現象是對的 你分析我就錯了 我是一個理性分析 但是不是理性做事的人 就是說很小的時候 我都知道我勤力讀書很好 但我結果都沒有勤力讀書 我想大家很多人 你理性是知道的時候 你的理性是知道的時候 還有你那個感性是做的時候 那個行為是完全兩回事的 所以我都是你受不住 譬如我發現我的膽固醇高 又超標 但我看到那些食物 我也忍不住要吃的 這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不是理性問題 我都是理性就告訴我一些東西 但我從來都不照理性做事 其實除了臨感針之外 最新其實有一些新聞 尤其是外國那裏就提到 這個新冠肺炎疫苗的供應量 可能相當之不能夠預計到 因為現在無論是廠方 歐美那裏的一些大廠 除了有些滯後之外 亦都有一些臨床的測試 可能未能夠在今年的第四季完成 會不會令到疫情 甚至乎經濟復甦 可能真的要拖到下一年的第四季 你當然是流感還是新冠 新冠 新冠 新冠在下年第四季就被搞定了 我想是下年第四季也搞不定 下年第四季才開始搞定 而且搞定的 可能只是某幾個國家搞定 例如中國 或者可能甚至是假設是美國 那些比較自己能夠自己的自主的疫苗出來 自主研發到 如果不是基本上你沒有機會了 大部份的國家 如果你做疫苗全世界 現在你說的 誰知道有三四十億人去打 而且還有就是現在發現的疫苗 現在發現很多人會以致感染的 疫苗的效力究竟是能否維持半年 一年之類你都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情況很嚴重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除了你講的那些一線國家之外 我想可能很多發展中國家第三世界 他們這一次的經歷經濟的大悲劇 可能真的拖到2022 我想先講一線國家 全世界現在有八百多萬 昨天破了新高 昨天破了新高應該一天都有 我不知道幾十萬上落 不停地在破案新高 現在法國是試過五萬多是淪陷的 法國 美國 法國 美國 戰黑 全部大部分西方國家 歐洲淪陷了 你先不要說第二次 然後我前幾天才看到那些朋友去英國 我說 你自尋死六年 你英國兩萬 你都等疫情先過了 一天兩萬 這六千七百萬人 現在他們 他們的問題是這樣 他們是逐漸很快就會達到 相信不需要半年就會達到 Hert Immunity 但問題是如果 原來那個抗體是不能維持半年的話 你是沒有Hert Immunity 群體免疫系統 沒有的 因為如果你現在已經發現 很多人有二次感染 你的新度的抗體很快就會消失 你的群體免疫力是沒有的 即是說你會不停地再患 這樣就死定了 這個其實會不會就是 可能跟科學家 最初預計的死亡數字 其實都不是很靠譜 因為當時 我想大家未必真的已經有想到 就是有二次感染的問題 是 所以大家 科學家都是根據 以知事實去做 這樣是的 解決不了 即是你不要說什麼 明年年尾 明年年尾的事情 你過到現在才說 過到今年的那幾個月才說 你現在疫苗還沒發生 外國是崩潰 我朋友在法國 朋友朋友在法國 六個人在那裡開派對 在不夠一個月之前的法事 六個人開派對 叫了二十個女生去 是二十六個人是 全部感染 他們帶來的家人都感染了 即是那個全部感染 那個很離譜 即是他們那個感染率 是你完全不能夠想像的 可以二十六個人 全部整體一百個聲音 香港那些 香港那些就算那個慶玫瑰活動 都沒有那麼多了 都是感染 就是你不會全部二十六個人感染了 就是很離譜 你不如想像整個歐洲 歐洲美洲怎麼搞定 如果他們搞不定 我們是否在第四季的經濟都不放很多 現在是健康碼 給中國進來 那就可以搞定 即是我們可以能夠內循環 就搞定 參加內循環 現在看看是否參加內循環 那個什麼 參加內循環 就是我們靠爺舊 好像 好像二零年三年一樣 再靠爺舊 然後爺舊完之後 接著再來多次 大家又在這裡踢劫啊 再翻多次啊 再搞多次 再重環 不停停在無關地獄 哈哈哈哈 另一種內循環 這些叫做 另一種內循環 好 聊到這裡